別浸泡,不然明天你還要回診所 知道了 那我先睡吧 晚安,婆婆 晚安 程家瑩,很感謝你的生日禮物 我很喜歡 有了這部錄音機 我以後上課就不怕記不及筆記了 對不起,你不要生氣 我知道我很笨,經常惹氣你 又不懂哄你開心 不如我告訴你一個笑話 我昨天突然想到 我們將來的兒子叫甚麼名字 女人都可以用的 就單字一個詞字,即是Gucci 是不是說得很好呢? 笑回來就不准生氣我了 程家瑩 今天是我們相識十五周年紀念 我人生三分之二的時間 也有你在 很感謝你成為我最珍貴的人 有你在我身邊,我很幸福 我想像不到沒有你之後會怎麼樣 所以我希望下過… 再下過十五年 我們也繼續守護在對方身邊 我今天葬回顧清敬 誰會想到會這樣洪無二少 在診所裡遇上他 以為他改了這麼久 我已經完全放下了這個人 直到他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我才發覺 原來他還是掌管著我的心跳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今天顧清敬我想和我做朋友 我記得你說過 上手做朋友很平常 你可不可以接受我這個朋友 我們怎麼可能是朋友呢? 或者他可以吧 可能他真的忘記了跟你之間的所有回憶 你覺得可以跟你輕輕鬆鬆地做朋友 但對不起,我不可以 我寧願當你是陌生人 顧清敬,今晚我會比較好 你為什麼不接我電話? 我電話沒電 腦筋是為你取得了 我有用,給我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了? 我不小心聽到錄音機裡面的錄音 我又笨又遲鈍 我連你來泰國找我都不知道 我還以為自己眼花看錯 如果我有看清楚的話 我又想去找你 那我們是不是不會走那麼多冤枉的路 我曾經想過 我們是不是已經放下了大家 沒有 這麼多年來 我們只不過是收藏了對大家的思念 大家的愛 家瑩,不僅我喜歡你 其實你也喜歡我的 我想想想,與其我們大家都在忍 為何我們不喜歡自己的內心 放下所有東西重新來過 你覺得過氣是可以早點放下 就放下這麼容易嗎 你究竟知道 上當年我們在泰國找你做甚麼嗎 就像我那時候想念你一樣 你也想念我 其實我和你沒分別的 我也很有衝動,想回香港找你 只不過那時候我沒有這個勇氣 你弄錯了 我究竟搞錯了甚麼 我們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 如果你這次都不說清楚 我不會讓你離開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就聽小一點錄音 我回到你又忍不住打開了阿Ming的網絡 來看 對,我很明白那種痛 曾經有個寶寶在你的肚子裡 跟你一起生活 但突然消失了 這種痛是應該如何康復的 我剛才知道,原來當年阿敬媽媽爛陈之前 找過我爸爸買那些破血行器藥 我以為只是他爸爸不要他而已 怎料原來他媽媽也想過不要他 但我明白 我明白 一個女人沒有他的另一半在身邊 又要想到一個人自己找大小朋友 其實他一定會有軟弱的事 今晚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Ming和孫小姐的寶寶都沒有了 那一刻真的是失控 阿敬想過來抱著我 他想過來安慰我 但是… 但是我沒辦法不想起泰國那件事 一想起我就推開了他 孤青景今晚問我可不可以讓他再愛一次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跟他坦白 把這件事告訴他 在十年前 你… 喂, 孫小姐 但最後我還是說不出口 為何要多一個人陪我通 阿敬知道他媽媽喝過墮胎藥 完全接受不了 阿敬, 孫小姐, 孫小姐, 孫小姐 我已經說就算他沒了一條命 他也不會被他自己的小朋友受傷害 要不然他就會內疚一輩子 那我應該怎樣告訴他 我想當年去泰國, 就是想跟他說 我是有了他的寶寶 這是也對, 孫小姐, 孫小姐, 你不要再說 我很想跟她說, 孫小姐, 孫小姐, 孫小姐 我是一條命令, 孫小姐, 孫小姐 我應該會再說… 不要再說, 我只能接受 不要再說, 孫小姐 我現在就不覺得我已經有一個大便 我已經找了一點 為何女兒寧願死, 也不跟你回去 你別管 你去哪裡, 爸爸也會找到你 你這個城市 正是需要為大自然除去海蟲的暴獵者 你不要這樣, 救命啊, 是我 為何你家裡有這麼多針痛 在他眼中, 你又是什麼人? 廚師?還是連環殺手? 狂觀者, 9 月初日起 TVB Anywhere, 海外搶先上架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朱志賢 我是何廣佩 我是葛萍姆斯塔 立即訂閱FUNLOT APM YouTube Channel 以及追蹤我們最新推出的TVB Hub TikTok Page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按讚和分享